大家好 我是每天都想帶大家包袱的麥子錢包 點擊下方連結 就可以下載麥子錢包玩轉區塊鏈 上個禮拜著名的Define項目 furu combo被黑 省事超過了1500萬美元 Define不再是小部分人的狂歡 近來的朋友總想著大幹一場 卻沒想到真的就被大幹了一場 所以最近在社區裡就有不少人表示 投了個項目 開的資金時挺足的 結果項目最近卻被盜了 是不是只要過了安全省計 有大佬站塔或者足夠回來的項目 就穩如老狗呢 區塊鏈裡有些第三方機構 他們會對項目的幹馬進行評估 而這次被黑客攻擊的furu combo 就曾經通過他們的安全省計 所以對這次事故 他們的解釋是 這個不在安全漏洞的範圍之內 但福星中的萬星 據報導稱漏洞已經補兵 而資金也已經安全了 而就算是通過安全省計的項目被盜了 第三方機構也是不會負責賠償的 有一個第三方機構的創始人就曾經表示過 哪怕通過安全省計的地方 都存在全線過大的風險 而過大的全線就有可能成為某種後門 當黑客抓漏洞的時候 過度授權就成了黑客手裡的一把劍啦 一旦那個項目被盜了 黑客就可以像神透一樣 無上限的轉移你的資產 而最突兀的辦法就是取消授權 或者是修改授權的上限 但是每次取消或者修改授權 都是鏈像行為 是需要收取GAS費的 畢竟現在以菜的擁堵情況 GAS費懂得多懂呀 蜀博?你不懂? 好 現在打開麥的錢包APP 切換至以菜錢包 點擊應用 搜索GAS NOW即可唷 那有沒有更方便的方法呢 你可以選擇分大小號 大號放主要的資產 而其他單獨的小號就負責參與DeFi項目 盡量不要在同一個地址存放大量的資產 就不會出現某一個項目出漏洞 那個地址的所有幣種都被偷掉了 雖然轉場也會收取GAS費 但是比起每次交易都重複受傳 還是要更方便更省一點的